今天来赶个农村的大吉啊 这个地方叫张子山吉 不是说是出来玩啊 今天是来接鸡 但是我们来的时间有点早 他们是上午10点50的飞机 从哈尔滨飞过来 我们这个趁着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逛一逛大吉 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是怎么找到这呢 只能说是文灯这个老乡们 这个太热情了 差点就给你送到吉上来了 看大吉上的猪肉多少钱 肉多少钱呢 所以现在安置17年吧 猪肉17克钱 我怎么记得之前好像是13左右 是现在有涨价了吗 是我在养老院里 封的时间太长了吗 这也有个猪肉店 现在具有怎么买 具有7把 7把 嗯 哦 最近又涨价了吗 嗯 猪肉又涨价了呀 这边卖18 你在这买磨 多少钱 这六块这七块 五块三个吧 虽然集市上什么都有卖的 但是总感觉跟小时候感激的感觉不一样 小时候感觉到处都很新鲜 现在感激怎么 感觉都无依无求 什么也不想买是怎么 哎呀这个猪头肉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吃的 嗯 嗯 这小时 嗯 对对对 嗯 嗯 鞠干多少钱一斤的 啊 鞠干一斤油一块钱 多少钱 30块 30块钱 30块钱 30块 好 嗯 怎么能把块净油 没有粒子呀 那这个油也行啊 我把白油到处撇了也行 你给我嘎点这个吧 马上是有好肉 现在没有好肉了 现在没有好肉了 新鲜这两块是好的 新鲜的 就剩这两块了 大哥真实在 昨天剩的肉就不是好肉了 然后就是卖这个今天现杀的肉给我 还有一些卖海鲜 海鲜干货的 这多少钱一斤呢 18我给他撒 166没有了 166 这一大都是16块钱 来给我吧 这是怎么写的东西 十一炒 我这儿 炒着写 这东西炒着吃 说用油一炒着吃 其实我在家里很少吃这个东西 说是在赶集无欲无求 还是买着这些东西 这是买了一块猪肝 还有这个东西叫 这叫沙里钻子 就是沙里钻的 这个鱼 还有这个猪肉 还有蛤蜊 还有一个就是用我们文童话说的叫 这个 煎猪 花了不到100块钱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机场接网友去